板橋車站人來人往 趕著坐車 趕著回家 大家的腳步都很匆忙 突然有音樂聲傳出 還有一群人帶來嘻哈饒舌歌曲 吸引大家停下忙碌的腳步 欣賞這一場街舞煥散 這一場街舞演出 不是新北市新聞局安排了快賞活動 要跳脫以往宣傳道路安全政策的模式 找來年輕人錄製饒舌樂曲 融入交通安全宣傳重點 讓大家耳目一息 不要再被制式化的廣告給綁住 和你我安全有關的交通政策宣導 也可以這麼的活潑有變化 我們都知道道路安全非常重要 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那現在社群網站非常發達 所以我們想說透過一種比較輕鬆 比較讓人家容易注意到的方式 那在網路上啊 用唱跳啊 用rap啊 其實我們其實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所以呢 我們之前有做一支 用rap把交通安全把它唱出來的一個影片 在網路上的點閱率非常高 那今天呢 我們就想說把這個觀念呢 在這個地方推廣 所以呢 就找到這個非常人潮很多的板橋火車站 舉辦這一場快產活動 那我們看到民眾呢 都參與度非常高 警方區很難怪 我不知道什麼區域 新北 新北 交通安全和你我有關 這些政策為了讓民眾能夠牢牢的記住 現場快產活動之後 還有安排有獎征達和大家互動 記住了這些政策 互相提醒彼此 不會成為道路上的危險駕駛 危害他人 也保障自己安全 中家新聞066番綱 板橋報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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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